在经济学理论中完全竞争市场是论证市场合理性的基本模型 本期财经关键词我们就来带您了解一下和完全竞争市场有关的话题 完全竞争市场它的英文是Fully Competitive Market 又可以称为纯粹竞争市场 它是指竞争充分 而且不受到任何阻碍和干扰的一种市场结构 在这种市场上既没有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控制 也没有厂商的相互勾结和集体行动 一般情况下它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个是产品同质化 第二个厂商数目很多 生产要素不受限制 最后一点是产品的信息很充分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各厂商提供的产品从原料加工到包装服务 都可以完全一样 而且可以是相互的替代 如果消费者购买不同厂商的产品 并不会给消费者带来效用上的差别 同时假设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 厂商就可以自由的进入或退出完全竞争行业 不会遇到任何行业壁垒或人为因素的干扰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所有的顾客和厂商都掌握了充分的市场消息 消费者完全知道所有厂商提供产品的 现在的市场价格和未来的市场价格 而厂商它掌握了各种生产技术和有关的要素产品的价格 这也就表示任何买者都不可能以高于或低于市场的价格 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 而任何卖者也不可能以高于市场的价格销售自己的产品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的运作模式 比如有ABCD四个农户都同样的出售大米这种同样的产品 那么A农户的成本价是1000克3.5元 B农户的成本价是1000克6.5元 C农户的成本价是1000克4块钱 D农户的成本价是1000克3元 而在进入了大米市场后 大米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格是1000克4.5元 那么在这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 农户和消费者都没有一家能力 只能够接受市场价格 那么有利可图的农户就成功的进入了市场 而无利可图的农户则陆续的退出市场 显然完全符合要求的完全竞争市场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 它是一种竞争最极端的市场 相对来说只有金融市场以及农户产品市场 比较近似于这种市场模式 完全竞争市场排除了市场中的垄断和任何限制 完全依靠市场的调节来进行运行 那么这种竞争模式可以促进厂商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 从而提高商家的生产效率 在激烈竞争的模式下 完全竞争市场不仅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而且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因为在这种模式下价格趋向于生产成本 获利最大的反而是消费者 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式当中 市场完全是由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进行调节 政府对市场不起任何的干预作用 只起到维护市场的外在环境的作用 承担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 而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来说 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种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式 在下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和他有关的话题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